总顶集团发布报告称 据初步测算 美国2021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比增长6.2% 燃煤发电量激增17% 是美国碳排放反弹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媒体分析认为 这意味着美国偏离了实现2025年和2030年气候目标的轨道 想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我们注意到有关的报告 近期也有一些其他的国际权威的研究报告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我们对此表示遗憾 气候变化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作为发达国家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国 美方不要盯着别人的地 慌了自家的田 应改改说多做少 开空投支票的老套路 尽快加入行动派的队伍中来 美国排放量反弹的现象也再次提醒我们 提出和制定减排目标时应当客观理性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并考虑不同国情 不应当好高污远 更不能为了强抓眼球 或为了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发展权益 而恶意提高目标 应对气候变化 习近平主席强调以实则智 强调行动愿景才能变为现实 中国历来是气候治理的实干家和行动派 一直主动承担与国情相符合的国际责任 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度 在提前超额完成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基础上 2020年9月中方宣布了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 之后提高了各项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出台了落实双碳目标的一加N政策体系 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气候治理 增添了正能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